在奧運擂台積極進攻 連拿兩勝 女子66公斤級 拳擊女王陳彥晴 這次首戰對上了明尼加選手4比獲勝 16強賽又以5比0拿下了巴西第三種子 3號晚間要再對抗烏茲別客選手 27歲的陳彥晴原本是馬祖角立隊選手 14歲改練拳擊是台灣史上第一位登上奧運殿堂的女拳擊手 2016年在里約奧運16強止步 2019年因為08癌停去一年又邊化療邊訓練 2021年達到冬奧八強也戰勝癌症 2022年雅錦賽又獲得金牌 由阿美族布農農族血統的她小時候常被霸凌 在拳擊隊裡都被男生欺負 她也立志成為對上最特別的女生 現在開始培養小學妹 遇到一些盲點的時候她會很可能鑽牛腳尖 但是我們會互相去提醒 練習可能訓練的比較嚴肅的時候 我也會比較活潑 這次奧運全級女子60公斤級 闖進4強的全級美少女吳詩怡 高中開始擔任前國手 冰夢捷陪練員 2018年打入了亞運16強 隔年拿下亞警賽銀牌 2021年首次站上奧運直步16強 後來也陷入肩膀受傷低潮 但她沒放棄 2023年加入陳彥勤團隊 同年拿下亞運銅牌 看到現場那麼多支持運動的 就是看她 也非常感覺得有分鼓舞到 然後我也會盡力盡力盡力最高的運動 吳詩怡在巴黎奧運首場碰到南韓 吳炎智5比0完勝 16強碰到奈吉利亞選手要減沒過 8強再遇到厄瓜多選手以4比1拿下 4強要對上中國選手楊文露展開復仇之戰 雖然這事吳詩怡已經銅牌保底 但也派改寫歷史再拿下一城 TV新聞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